昨天开的SPX4815 最后收盘在 昨天收盘在4864 所以七月金就全部拿了 昨天挂单是挂到1.0 又成交在0.95 95扣的储蓄费有92左右 今天是不好下 今天这个单确实难下 ES现在还涨了比较多 涨了有个百分之 0.38涨了18个点 我想本来一直等他回落的情况 基本上没有下引线 没办法回落 下引线都没有 所以说刚才 还是开了一段 开单的话还是挺紧张的 开单在这个位置 开了一个4840 4790 4790的话怎么考虑的呢 就是这里概率有个10% 有9%的概率会跌到这里 还有90%的情况的话 基本上跌不到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考虑到他跌了百分之0.37 有18个点 我同样换券成那个 跌幅的话 总体来说的话 差不多有一个 40个点不到的情况 所以说总体来说 下跌的情况是0点 因为NES到时候收盘的话 等到SPS开盘的话 它肯定是高开 是高开的情况的话 它基本上高开这么多 再跌的话 等于要跌成一个 40多个点 就0.8%左右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只能这么想了 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开单 本来想看 开做空的 做空的单的话 想压一条边 但是这变态近的呢 价钱不核酸 变态远的呢 又没有价钱做 所以说还是做了一点 看他接下怎么走吧 这里已经涨了 19个点了 19个点的话有0.3 如果0.4不到吧 但是看他接下来怎么做 还能不能挂进去 挂的是0.75 现在变成0.65了 等一下还是挂吧 如果只要低于0.5 还是挂一下 把挂进去吧 来看看接下来怎么走